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就是DSE 2019年的M1第七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我們的題目 Consider the Curved 就叫做C 就叫做Y等於X-2 整個東西乘回開方根3X加6 再減回8X 就說明了就是RAR的X是大過-2 好 再看看A part A part 叫我們返回DX做多少 事不宜遲 直接在這裏做 這條就是2019年的第七條A part 真心 現在你告訴我Y是這個 那麼先記錄一下 Y等於X-2 再乘回開方根3X加6 好 再減8X 好 意思是上 如果我方便自己做Defense Relation 其實我當然會把開方根轉為Index Form 所以我會這樣寫 就等於X-2 再乘回3X 再加6 再整個東西的1.2次方 再整個 再減8X 如果這樣的情況 我們Defense Relation 在未D之前 我自己看見 這裏稍後都會用Product Rule 不如我稍後再說 在這裏 首先我們Defense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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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整個東西 這裏整個東西 那 不如我偷計 D這部份的東西 其實可以分成D 所以先把前面的東西 就是Dx-2 就是3x加6 不要在整個類罪 就是二分之一 次方 就over DX 先D前面這個東西 再減後面的東西 就是D 8X 就over DX 意思是上,如果我們這樣D一D的情況 第一下,剛才也說過 這裡擺明就是用Product Rule 用Product Rule是甚麼來的 不如我在這裡擺明,好嗎? Product Rule 就是... 在我Chapter 4錄屎 也有說過 甚麼是Product Rule呢? 就是如果D這東西,叫UV 當然U和V就是一些 X的東西 如果D,U,V等於甚麼呢? 有左邊有右邊,左邊有U 右邊有V 根據我的口血心法就是D左不D右 再加D右不D左 所以在這裡就是DU 就over DX 就是D左 不D右就是V 再加D右 就是DV 就不D左 不D左就是U 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換句說話來說 如果這樣做,左邊是這個 X-2,右邊是3X 加6整個東西的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做D的話 D這東西就是D左 就是DX 再減2 就overDX 就不D右就是3X 再加6整個東西的二分一次方 好,就再加D右 就是D這個 就是D這個 3X加6的二分之一次方 就overDX 就不D右就是X 再減2 而事實上,這裡D8X overDX 即是8抹出 DX overDX就是1 所以這裡就是-8 我迫迫地寫在這裡 不過都可以的 因為上面是綠色 下面是藍色 也蠻清楚的 OK 在這裡,如果我們再做下去的情況下 就是D這個東西 DX-2 overDX 那就分了兩個東西D DX overDX就是1 D重點是0 所以這個是1 就是簡單來說 這裡是1 3X再加6 就是1分之1次方 就是1分之1次方 好了 就再加這個東西 這次對不到位置 我們要用這個 train rule 鏈式法則對位 就是D3X加6 整個東西的1分之1次方 就overD 就是D3X加6 好了 就再乘D3X加6 就overDX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呢? 原因就是D3X加6 D3X加6 這樣就弱了 抵消了之後 就變回D3X加6 其實2分之1次方 做overDX 即是還原上面這個 不要忘記後面還要補這個 就是乘X-2 當然最後還有一個減8 OK 好 慢慢整理它 首先我們看看 即是這個東西 乘1就不用理它 所以這裡整個就是 3X加6 的1分之1次方 好了 再加 將index拔出 即是2分之1 拔出 整個照抄 就是3X加6 那幾多次方呢? 將index拔出 即是負 就是2分之1次方 好了 就再乘這個 D3 分開兩句 D3 就是D3X over DX 就是3 D constant就是0 所以就是乘3 好了 還有一個x-2 最後還有一個-8 不要漏掉它 就是減8 所以其實換句說話來說 如果我們再做下去的情況下 不如我們先整理一下 這個 就是3X加6 整塊的2分之1 好了 整個就是3X再加6 的-1分之2 次方 好了 那就再乘回 這個有在這裡 3乘了下去 還有這個 x-2 好了 最後再-8 好 不如我再拔多一點點東西出來 那我就會見到 這裡有個3X加6 的膠在兩邊 有個3X加6 這個是2分之1 這個是-2分之1 次方 所以不如我自己 你給我 我個人習慣 我拔個2分之1 出來 做得好一點 好了 拔了3X加6 的 次方最小 就是-2分之1 拔個次方最小的出來 OK 好了 裡面剩下的東西是什麼 你無緣無故拔了2分之1 這裡要補回2 所以補回2 然後3 這裡就是3X再加6 我補回給他 那麼 Double Check 進去的時候 2分之2 約了 3X加6的-2分之1 再乘2 3X加6 就是3X加6的2分之1 就是還原到這個 好了 再加 好了 這個2分之1 拿了出來 剩下3 整個3X加6的2分之1 次方負的那隻 拿出來 剩下這個 這個 就是X再減2 這裡整個東西 再減8 好 好了 媽媽 不要急慢慢來 我們先整理一下 前面拿照抄 就是1分之1 好了 就是3X加6 就是整個東西的-2分之1 次方 好了 裡面這裡我們處理一下它 哎呀 這麼多 塗一塗 好 好 我拿了一支黑色筆 在這裡我會拆褲糊 即是把2 放進去成 放進去成 OK 這裡的3也是 放進去 兩個箭咀 拆褲糊 放進去 所以如果我們放進去的情況下 你不難發現這裡是什麼來的 那就寫得漂亮一點 裡面就是 我會看到第一個箭咀出 2 3如6 6X 這裡第一個箭咀就是3X 6X加3X就是9X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9X 好了 接著之後 6 1 12 12 3 正負得負 3 2如6 所以12-6 即是6 即加6 再減8 如果你問我 其實說真的 我還可以把這個3拔出 不如拔好它 好嗎 那就等於 就 這個3拔出 對了 這個3拔出寫最出 我等下乾了我再寫 就是3X加6 就負優費2 好了 這裡拔出3出來 剩下3 3該9 即是3X 再加3 2如6 就是剩下2 好了 再減8 好 好 就是這個 終於搞定 應該整個答案就是這個 OK 那就 A part搞定 如果可以的話 B part還有少少位 不如我們在這裏做完它 不過我預知不太夠了 這個叫Page 1 如果等一下不太夠位 這個叫Page 1 我們開張新的單行紙 就叫Page 2 B part做完 好 看看B part有什麼 它就說 Someone claim that 2 of the tangents to see horizontal line 它問我們 Do you agree? Explain your answer 它就說 有兩條的tangent to see 就是horizontal line 是不是水平線 就是打橫的一條 如果打橫的一條 我自己在想 真心 Horizontal line 你會想起什麼 我在旁邊抹 好嗎 Horizontal line 那你會想起什麼 其實我自己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 我會聯想起 即是說 slope 等於0 Horizontal line 即是一條打橫的線 水平線 那slope 就是沒有斜 沒有斜就是0 如果沒有斜就是0 我自己在想 今次這條題目 即是說 它又要是tangent 即是 我自己會想起 就是 dy over dx 會等於0 是不是這樣推論 我自己會這樣想 所以 我一開始就來了 就是 我就告訴別人 就是dy over dx 我會考慮這個 就是dy over dx 是等於0的時候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dy dx 是等於0的時候 即是這塊東西是等於0 我們 記錄下它 就是3 over 2 好了 3x加6 就是負二分之一次方 然後就是3x再加2 再減8 再會動於0 如果沒有意外 你給我 我就會把減8 調到那邊加8 OK 將這個負index 我先寫作正index 我先推高一點 方便我寫東西 即是換句話 下一步我就會這樣寫 就是3我放上去 就是3x再減2 OK 那就再over 下方 這個是2 然後這個是3x 再加6 就是整塊東西的二分之一次方 把減8 調到那邊加8 我先講過 就是這個 我就會這樣寫 然後我自己就會把整個 隨便乘乘乘到旁邊 所以左邊就是3 3x再減2 而右邊就是216 就是16 然後就是開方巾 這個我寫作開方巾 就是開方巾 裏面就是3x再加6 而事實上 我左右兩邊 不如 剩個Square 如果左右兩邊 剩個Square 即是這邊就是3的2次 就是9 然後就是3x再減2 就會等於 這邊剩個Square 即是16的2次 16乘16 就是256 OK 那就是256 再加6 再成這個 開方巾 剩個2次 即是抵消了 就是3x 再加6 而事實上 沒有的 我們現在拆弧弧 這樣解釋 是嗎? 弄好一點 差點出事 這裏應該有個2次 OK 所以在這裏就是9 好了 這個根據identity行動式 就是a-b的2次 會等於a-2次 減2ab 再加b-2次 所以這裏應該就是33乖9 9x的2次 再減2ab 2乘3乘2 乘2 23乘6 6乘1 12 就是12x 再加2乘4 好了 就等於 256 3x再加6 弄好它 第一個 因為有三個箭咀法 不如我給你們看 第一個 第二個 和第三個 這邊當然有兩個箭咀 把256扔進去 扔進去 扔進去之後 其實如無意外 我們按機 第一個也不用按 第一個箭咀法 是9981 所以就是81個的x2次 好了 第二個箭咀法 就是9乘12 就是正負得負 就是負108個的x2 而第三個 等等 有沒有寫錯 好像有 這個是加 這個是加 差點出事 這個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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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轉為加 這個也是加 不好意思 A加B的2次 等於A2次 加2ab 再加B2次 再加94 就是36 差點出事 所以要重複 就是256乘3 所以256乘3 這裡出就是768 就是768 個的x 好了 就再加 好了 這裡就是256 再乘6 就是1536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說 我們整理它吧 不如把81x的2次留在這裡 好了 把108個x留在這裡 把7668個x調到這邊 所以就減7668 出來就是 負660 個的x 好了 加36 在這裡 把1536調到這邊 減1536 就減1536 所以就是負 1500 就會是等於0 我自己覺得 應該全式 就可以是 除九 可以嗎 就是81除九 應該也不要除九 20 看看 除三 除三應該都可以 81除三 就是27 好了 660除三 就是220 不要這麼心急 先除三 好了 1500 就除三 不是我除三 是顏色除三 好了 就是500 就是等於0 OK 所以在這裡 換句說話來講 我們這次 可以做 Fetalization OK 我自己這次 會按 FORMULA 01 然後 這是27 EXE 然後 -220 EXE 最後 就是-500 EXE 所以這裡 我會寫 x- x-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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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說話來講 就是X-10 會等於0 O O 就是27 X-50 等於0 所以換句說話來講 X可以等於10 O X可以等於10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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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一個負負在這裡 將加50掉到那裡 減50 待會再加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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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再over27 好 乾淚應該乾淚 好 我又在想如果 dy over dx 設定0 它出來有兩個數字 就是x可以是10和x可以是負50 over 27 那究竟 說真的 這兩個數字 如果我加回 dy dx 那裡究竟是不是真的會出等於0 因為 dy dx 等於0 設定 dy dx 等於0 就會出這兩個數字 但如果這兩個數字可否真的做得回 dy over dx 等於0 那你不知道 如果可以的話 即是有兩條 tangent 它的 slope 就是0 即是 horizontal line 所以其實在這裏 你給我 我自己開張新的單位置叫 page 2 好嗎 我把這張紙拿過來 對著來做 讓大家舒適一點 好 這個叫 page 2 就 B part 的下半部分 那我們試一試 怎樣試一試呢 x 是10 好嗎 我就會這樣寫 就是 when x 等於10的時候 我們就試一試它 就試些什麼 就真的試一下 dy over dx 就是 dy 就 over dx x 或者我踏上去 不要走來走去 OK 就 add x 等於10 好了 當然會是什麼呢 d y dx 就是出這個 那就會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3 x 等於10 over 2 就再乘回裡面 就是這個 3乘 x x 當然就是把10 就再加6 就是整個東西的2分之1次方 就再乘回3乘 x x 這次是10 就再加2 就再減8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這堆東西 如果我們全部按了機 就是3乘 x 10 就再加6 就是36 是不是 36 先不要理負 或者這樣 就是36 就按 這個負 0.5 負2分之1就是負0.5 好了 等於 這個就是0.16多 乘3 再除2 就是0.25 裡面這個 再乘2 就是3乘10 就是30 就是乘32 是吧 再乘2 32 再減8 出來是0 就是簡單來說 這個是0 這個OK 就是d y dx 在x 等於10 的時候 它真的出0 第一條tangent 就是horizont tangent OK 第二條 看看這條是否 就是rn x 是等於什麼 這裡算過了 就很厲害的 -50 over 27 如果它是-50 over 27 我們又試一試它 就是試這個 就是d y d y over d x 就add x 是等於-50 再over 27 好了 每日是等於什麼呢 一樣的 就是3 over 2 裡面是3乘50 就是over 27 再加6 就是-1次方 再乘3乘2 就是-2 -50 就over 27 再加2 再減8 老老實實 如果這堆東西 我們按機 看看它是什麼 不如這樣吧 這個數這麼噁心 我們先儲了它 就是-50 再除27 我儲了它在save store a 放了A 即是說現在我們要按這個東西 那怎樣按呢 我會按的就是 3 再乘2 alpha a 即是放了A 再加6 按等於先 再按Hat 即是次方 就是-0.5 3 等於 原來是1.5 乘3 再除2 整個是2.25 整個是9點 在這裡 再乘2 後面 就是 開括弧 開括弧 OK 就是3 乘2 alpha a 這是A 再加2 三括弧 OK 最後就是-8 減8 你會發現是-16 那就是知道 整個東西 原來這裡是-16 來的 -16 你可以告訴別人 它也不等於0 它根本上就不是一條 Horizontal的Tangent 在這一點的x等於-27分之50 所以 我會告訴別人 x等於-50 over 27 這個位置 should be rejected 所以 就是說 DyDx DyAlphaDx等於0的時候 在哪一點會出到呢 只有x是10的時候出到 這一點出不到 言下之意 真的有幾條Tangent Hence There is only one Tan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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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Tangent 就是to see It is a horizontal line 所以換言之 我們心裡有數了 OK 先拿開這張紙 換言之 它的宣稱是什麼 有兩條Tangent to see 是Horizontal line 只有一條 只有一條 就是在x等於10的時候發生 所以換言之 那個cram is disagreed 好 待會兒再補回它 埋門一腳都要等它乾 OK 激死我 好了 所以那個claim 就是 is disagreed OK 整件事搞定 OK 整件事搞定 看看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好 就給大家看 Page 1 A part 的詳細答案 而下面就是 B part 上半部分的詳細答案 OK 好 至於這個 就是Page 2 就是B part 下半部分的詳細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 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